大家好,歡迎收看五間總結,我是林子彤 現在先和大家看看內地和本宮股市中央收市的情況 內地股市臨近五間收市時 法力,互深300指數,中央收市升1%上來 升43點,中央收報3353點 上證中指升26點,升幅亦挨近百分之一 中央收報27756點 深淨成分指數,升66.8300點 創業版指數,中央收市亦升6點,1393點 港股方面亦受到A股大動 中央收市前,升幅擴大 恒指中央收報27733點,升255點 國企指數,升144點 中央收報10936點,大市半日,乘加521億 這個環節,請來Jason和我們討論 Hello,Jason,你好 JASON,你好 市場彈了幾天,今天可以繼續彈 之前你都說,當它是技術後抽,反彈為主 但今天升到200多點上來 A股似乎是OK的時候 下個星期,市場有沒有繼續保持升勢 或者後市,是否繼續維持一個比較審慎的看法呢 雖然今天市場也保持有200多點的升幅 但是你問我這一段升上來 是不是代表之前大家所擔心的那些因素 都是完全消除了呢 比如說美國的疫苗戰,關稅不斷的調升 而中國方面也有一個反制 雙方在現階段也沒有進一步的談判 所以這個因素,對於接下來第四季內地的經濟 似乎那個衝擊都不會小的 之前你看到中國出的PMI數據 或者其他宏觀的數據 整體表現都不是特別好 甚至是個別數據來說 都遠遠是低於市場預期 所以反映了雲內地現時的經濟面方面 都還是比較弱一點 但是之所以這一段的市況 由低位可以抽上來 一來就說之前是跌得比較嚴重一些 有一個超買的情況 其次就是因為現在內地方面 都看到近這幾個星期 都有不少一些比較正面的訊息 就發放了出來的 譬如說之前都不斷在說 要增加投資的力度 在那個融資資金面上 都會加大來支持 無論是一些叫做新建的項目 或者是一些叫做在建的項目 所以大家會有憧憬 究竟在接下來的貨幣政策上 會不會有機會是放鬆呢 之前也都看到央行 不斷有一個大額的MLF的操作 和易會購方面 這個幾個星期內 在那個釋放資金來講 都有接近7000億那麼多 所以就在資金面 開始叫做放鬆底下 可能就令到市場的氣氛 叫做好一點 其次就在消費的層面 在昨天的時間 國務院都最新是有些公佈的 都關於說一些叫做擴大 內地居民消費方面的方向性的指導 這個政策雖然就未說有一些很細節上面 或者很具體的內容 但是起碼都給大家有個感覺 即使內地現在要應對貿易戰 對於經濟的衝擊 都需要進一步擴大 無論剛剛講的投資 或者現在提及的一個消費方面 都要加大力度 所以就可能因為這些因素 就令到A股那邊 都是彈了上來 但是短線裏面 即使你說指數 就是升多一陣 或者昨天我自己看 就算彈到上去 大概27800至28000 初步是會有些阻力的 所以如果你說現時這些價位 你才衝進去打算去買貨 去到入市 預料到接下來短期上網的空間 未必說是太大 反而接下來要留意 就是當它接近27800至28000 這些阻力之後 下回那一陣子 會不會都有一個很大的沽壓 如果你說這一陣子升了上來 接下來的回調不算很大幅度 可以等它回調的時候 就再薄多一陣子 就希望這一陣子的反彈浪 可以形成一個更加長的 例如雄市第二期的反彈浪 好了 說完大市之後 剛才都輕輕提到 國務院有些政策出來 就是有一些要求 完善促進消費體制的機制 其中一部分 就是一些 汽車消費優化的升級 特別說到 未來可能 希望可以推進一些 可能新能源汽車的免徵車輛 舊自稅 在一些稅行方面 如果大家買新能源汽車 會有一些補貼的政策等等 看到今天 車股 也是因為 這個消息 彈得都幾多吉利 但半程上來 長城汽車彈6% 比亞迪都彈4% 車股今天也有一點點起色 這個政策 會否可以扭轉你對車股之前 一個比較保守的看法 車股的基本面 其實我都覺得 沒有一個 太大的轉變 就算你說今次國務院 有一份刺激消費的 文件是推出也好 正如剛剛所說 一些具體的內容 其實都未說正式實施 就算你說 好像文件裡面說的 關於汽車 未來來說 可能在農村方面 會加大一些補貼 好像幾年前都試過 當時有一個汽車市場低迷 都推出了一個叫汽車下鄉 等等的一個政策 又或者對於相對環保的車輛 排放量比較低的車輛 都是有一些額外的補貼 基本上這些政策 在過去中央外面都曾經出過 但是見到今次所提的 這些所謂的補貼政策 其實那個力度 不是說真的那麼強 又或者比之前那些下鄉政策 或者是補貼政策來講 今次在這個治療行間所演繹出來 視乎規模都不是那麼大 可能只是集中在一些電動車的層面 或者可能在補貼金額上面 都未必說會真的太大 所以你問我 因為這些因素 令到車股在這一段時間 這樣升了上來 我覺得有少少都叫做 升過了浪的 如果你說當整體汽車的價格戰 仍然都是持續 或者整體汽車經銷商的存貨 仍然都是不斷增加的時候 我相信他們未來面對的壓力 仍然都是有上下的 車股看法沒有變 看看一些子業股 都OK的 都排人大事 狗子升3% 中吳收市 生命子業和李文造子 雙雙升超過1% 中吳收市 看回大陸的費子價格急挫 但是人民幣的價格做好 似乎可以帶動一些子業股的情況 子業股接下來的費子價格的走勢 你又怎樣看呢 還有子業股在今年餘下的時間 有沒有得進一步向上呢 子業股去到這些位置 我覺得你說貴 應該都不叫貴 因為始終他們本身在今年裏面 或者好像九芝剛剛出的業績 都看到盈利增長都是不錯的 你看到他們現時的PE來講 都還是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因為始終他們的股價 都在6月7月那段 都跌了不少下來 今次講最新的消息 就是外地的費子回收價的降幅 是比較明顯的 紙創方面都是壓低的價格 一方面當然對於成本來說 是會有幫助的 始終在貿易戰之下 很多進口的費子進不了 他們要買的 都只能夠靠國內自己回收的費子 在去年的下半年 或者今年年初段 國內費子的回收價升得相當強 所以大家當時都有些擔心 對於紙創的毛利會不會有些壓力 事實上在最新的業績上 看到今年初六個月的毛利率是有壓力的 所以你說廢紙的價格是下降回落的 對於他們的毛利方面可能會有些幫助 但是同時也要看回 隨著這個費子價格下調 會不會都使出廠的包裝紙 即是成品的價格 都一樣會有壓力呢 所以你說紙股在現階段 我就只會看得比較忠誠一點 你說這些位置可能駁一個短線炒一陣 買一點點 我又不是太反對 但是你說要紙的股份 股價好像是去年年底的升 或者今年二月那段的升浪 似乎就可能難一點 好 這節都和Jason談到這裏 Jason有沒有自由上述提及報股份呢 有的 謝謝Jason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